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诚意资讯 由诚意 鼓励那扎 刘孟锐和陈玉琪等人主演的古装武侠电视剧《傅山海》 尽管最近才完成了拍摄工作 然而 随着2025年番茄台的片单倍功之于众 备受关注的傅山海已经提前被确认为上星 这无疑为所有的剧迷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傅山海不仅确定了上星的位置 还为其设定了2025年的首播日期 傅山海在刚刚完成拍摄后 就已经建立了播出渠道和预定的首播时间 一线卫视的大力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该剧 无论在剧本质量 制作水准还是演员配置方面 都获得了业界的高度认可 可以说是古装武侠剧的新的巅峰之作 傅山海是基于温瑞安的小说神舟奇侠进行改编的 总共有40集 每一集的时长为45分钟 这部剧在融合了江湖 朝堂 全谋和一些奇幻元素的基础上 展现出了浓烈的武侠风情 无论是由男主角成毅单独扮演的三角角色 所带来的视觉吸引力 还是整体剧情和动作表现的高质量 都表现得相当出色 以之前曝光的各种拍摄新闻为例 那些穿越天空和地面的打斗场面 实在是令人眼前一亮 此外 该剧的主创团队中 还包括了莲花楼的任海涛和赵娜 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为该剧提供了极高的质量保证 确实是一部可以与莲花楼媲美的武侠杰作 扮演男主角的陈毅 扮演女主角的古丽娜扎 以及剩下的陈玉琪 刘孟瑞 丁孝莹 李俊逸等人 全都是高人气的小花生 承毅 在主演了莲花楼之后 成为了新一代男演员中的领军人物 凭借他卓越的综合能力和始终追求自我突破的决心 他在各种电视剧中都为我们呈现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瞬间 承毅 曾被公众视为古装男神 在富山海中不仅在古装造型上展现了出色的帅气 还成功地完成了艺人扮演三角角色的高难度演出 预告片中黑白画面的流畅切换和各种绝妙的打斗场面 成功地吸引了众多观众的注意 另外 由古丽娜扎和陈玉琪领衔的女主角团队 在演技和抗剧能力上 古丽娜扎和陈玉琪的表现都略显逊色 然而 再一部以古装武侠为背景的大男主角剧中 古丽娜扎和陈玉琪的美貌 以及他们对角色的精准把握 无疑已经足够出色了 傅山海的女主角团队全员都是古风美女 再加上张小辰和其他几位实力派男配角的支持 使得整个演员阵容的实力显得非常出众 尤其在颜值这一方面 古装武侠剧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水平 正因如此 傅山海在完成拍摄后 迅速赢得了一线卫视的喜爱 并被提前确认为即将上映的作品 凭借该剧集的强大实力 再加上诚意过去的优秀口碑和出色的抗剧才华 这部剧在首播之后肯定会迅速吸引所有的观众 引发一场新的追剧热潮 到那时 那些喜欢古装武侠和诚意的观众 肯定会有更多精彩的剧目等待他们 诚意有望通过这部剧再次增强自己的实力 并在同一时期的小声中展露头角 成为真正的top 关于这一点 各位有何看法呢 欢迎您通过私信方式发表意见 让我们共同进行交流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诚意的新闻资讯